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在面粉中加入白砂糖 鸡蛋和炼乳 这样煎出来的饼就会有浓郁的奶香味 倒入净水 揉成团 接着在盘子里加适量食用油 手上蘸油 揪一小块面团揉圆 给它裹上一层油 目的是提高面团的延展性 便于下一步的甩饼 在煎的时候也可以达到起酥的效果 放在盘里醒发松弛一小时 中间还需要给它揉捏整形 增加筋道 同时让面团变得更光滑 煎饼之前把香蕉切片 与鸡蛋液混合 开小火 加油 先让锅热着 安排上来点油 取一个面团 用手掌按压成饼 像这样甩薄 也可以用手不断拉扯顶的边缘 扯得越薄越好 不破就行 放入平底锅 中间铺上香蕉 四边往里折 再给一小块黄油 翻面 等到两面微微焦黄 移到砧板上切小块 趁热淋上炼乳或者巧克力酱 太诱人了 拍个照 我来发个朋友圈